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每數老師將一個長度40公尺的 逐離圍成一個長方形的區域 這個是40公尺 那我假設長是x公尺的話 那寬就20-x 因為它有四邊嘛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等於40 所以這個加這個是20 那寬就是x的話 這個就是20-x 然後它這個為了美觀 它把長比寬 限制在3跟1.5之間 那現在呢 它有這個限制條件以後 它就問說 那麼這個面積最大多少 這個面積就是x 乘以20-x 那麼在這個條件底下的話 這個最大值是多少 那我就把這個範圍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的話 我先解這個不等次 再解這個不等次 我兩個不等次的話取交集 我把它移過去 或者把它移過來好了 我就20-x 分x 減掉1.5 這個大於等於0 那我現在的話呢 這個通分 通分以後的話呢 是等於20-x x減掉多少呢 1.5乘以20是多少 是30 嗯 20嘛 就是2乘以15 就30 減30 再加1.5x 這個大於等於0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把這兩個顛倒 顛倒以後就是 x呢 減20 那上面是2.5x減30 那這個呢 嗯 我把它顛倒以後就插個5 就小一等於0 好小一等於0 代表這兩個是負號 一個正一個負 那一個正一個負的話呢 相乘起來還是負的 也就是2.5x減掉30 乘以x減20 這要小一點 等於0 不過 x不能等於20 x等於20 那個要挖掉 又等於20變得無窮大 所以呢 x不能等於20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就給它什麼呢 給它那個 乘以什麼呢 乘以2 乘以2的話就 60 再除以5 這12 這12 也就x 它會小於等於什麼呢 20 大於等於多少 12 但是x不能等於20 那x不能等於20的話 所以這等號不成1 好 那這個我就解完了 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 那我就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的話就是 3 減掉到 20 減x 分成x 那大於等於0 那大於等於0 好 那這樣子以後呢 那我就 通分吧 20 減x 60 加x 然後減掉 然後減掉 減掉 沒有 60 減掉3 x 3 減掉3 x 減掉x 大於等於0 那所以呢 那我把這對調以後 就多個呼號 好沒有 那這樣的話 這上面 這上面是20 60 減x 這60 減4 x 大於等於0 那我約掉這4 11得4 15得4 15得4 這兩個 乘起來的話 是大於等於0 因為 兩個同號 也就是15 減x 乘以20 減x 這大於等於0 也就是說 x減15 乘以x減20 大於等於0 那也就是說 x要大於等於20 這個呢 x不能等於20 這x等於20 這個分母就等於0 就無意義了 或者呢 x 這個小於15 就是說 你就把那個0點畫出來 這15 這20 正乎正乎 你把x 大於20的話 兩個都是正的 但是中間的話 一正一乎 在這裡兩個都乎的 乘起來是大乎 它有取大乎的乎 所以是這兩個區塊 這個跟這個 但是呢 這個小於等於1 但是x不能等20 所以這沒有 這沒有 這沒有 那這兩個要取交集嘛 兩個取交集的話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小於20 小於20 大於等於12 大於等於12 小於等於15 所以x是介於什麼呢 15 啊跟12之間呢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的話呢 它是一個拋圍線 它拋圍線的話 它手向係數呢 小於0 手向係數小於0 手向係數小於0的話 所以它怎樣 它往口向下 那往口向下的話呢 它跟x的交點 x的交點 x的交點就是y等於0 你當你y等於0的話 x等於0 或者是20 那它拋圍線 往口向下 往口向下 所以它最高點在哪裡 在這兩個呢 因為這兩點的話 對稱於對稱軸 這個對稱軸在x等於10 當x等於10的話 它有最大值 不過x它是介於12跟15之間嘛 我這12 它就是15 所以一看的話 12的話呢 比15大 從10以後的話 它數值就越來越小 所以12跟15之間的最大值是12 也就是說 它的那個最大值 等於呢 你帶12 帶12下去 就12 那乘以後 早上帶12 就8 826 96 所以最大值是96 所以最大值是96 多貼上 1 4 3 4 5 5 5 好